2015年3月3号 提要甜蜜的孩子们 这位船长已经来 把你们的船带到彼岸 要跟这位父亲保持真实 尽管你们的船可能摇晃 他将不会沉没 提问 为什么孩子们不能够准确的 处在父亲的思念当中呢 那主要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回答 因为你是在一个实体的形象当中 你们就已经忘记了 你们是一个非实体的灵魂 而你们的父亲也是非实体的 因为你们是在一个实体的形象里 你们就很容易的记着实体的形象 你们必须要变得灵意识 把你们自己当成是一点 并且记着父亲 只有在这方面是有努力的 Om Shanti 神 Shiwa 讲话 这个人的名字不是Shiwa 他的名字是Brama 而神 Shiwa 通过他讲话 已经给你们孩子们解释很多次了 你们不会称任何的人 神 神人 或者是微妙区域的居民 也就是Brama Visional 或者Shancha 是神 任何有一个微妙的 或者是粗俗形象的 这样的人 是不可能被称作神的 只有无限的父亲 被称作是神 没有一个人知道神是谁 他们只是不断的说着 Niti Niti 也就是他们不知道 你们当中也有非常少的人 能够准确的知道 知道这个 灵魂们说 Oh Oh 神 但是一个灵魂是一点 所以父亲也一定的是一点 现在父亲就坐在这儿 给你们孩子们解释 爸爸有一些这样的孩子 也就是在这个知识当中 有30到35年的 爸爸有这样的一些孩子 甚至现在 他们都不明白 他们怎么样的 就是一个灵魂 只是那一点 但是也有一些孩子们 他们会非常快的理解这个 他们记着父亲 无限的父亲 是真正的钻石 钻石 钻石总是被保存在一个非常好的小的盒子里 任何有钻石的人 而且他们想给其他人展示的时候 他们就总是把钻石放在一个金的或者是银的那盒子里面去展示 只有一位珠宝商 只有一位珠宝商能够识别出钻石 没有一个其他的人能够认出来 如果一颗假的钻石被展示的话 那么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 有很多的人就以这样的方式被欺骗了 真正的父亲现在已经来了 但是 有着这样虚假的人们 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认清任何的一切 人们唱到 真理之船可能会摇晃 但是它不会沉默 那些虚假错误的船将不会摇晃 无论你们怎么试图去摇晃它都不会动 甚至那些坐在这儿的 他们试图的去摇晃那个船 他们就被称作是判处 现在你们孩子们知道 那位父亲船长已经来了 他也是花园的主人 父亲已经解释到 这是荆棘的丛林 全都是不纯洁的 他们是那么的虚假 几乎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位真正的父亲 甚至那些在这儿的孩子们 他们也都不完全的能够知道他 他们不能够准确的认清他 因为他是毫不张能不为人所知的 每一个人都记着神 他们也展示说 他是非实体的 住在这至尊的区域 但是他们不知道 他们也 但是呢 他们不知道 他们也是非实体的灵魂 当坐在一个实体群像当中的时候 他们就忘记了这个 当 在这个实体世界的时候 他们只记着实体的 你们孩子们现在正在变成灵异时的 神被称作是至尊父亲 至尊灵魂 去解释这些事情是非常的容易 至尊父亲就意味着至尊灵魂 也就是待在那个超越之地的 那些至尊灵魂 你们被称作是灵魂 你们不可能被称作是至尊 因为你经历转世 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些事情 他们甚至称神无处不在 膜拜者们到高山上去寻找神 他们甚至去到那潮生地 去到那个河水中 他们认为那个河水就是纯化者 通过在河水当中沐浴 他们就会变得纯洁 在膜拜的道路上 他们当中没有人能够知道 他们想要什么 他们只是说 他们想要解放 或者是永恒的解放 在这儿 他们全都是不快乐的 因为他们都是在痛苦当中 因为他们全都是很痛苦的 很苦恼的 在今时代 没有一个人要求永恒的解放 或者是解放 在那儿 没有一个人会呼唤神 他们是在这儿呼唤神 因为他们全都不快乐 没有一个人的痛苦 是通过从事膜拜 而能够被去掉的 尽管有些人 他们可能坐下来 而且一整天的唱诵了 Rama Rama 但是他的痛苦 仍然不可能被去掉 因为这是Raven的王国 正如这个痛苦 就围绕在他们的脖子上 他们甚至唱到 每一个人都在痛苦的时间 记着神 然而没有一个人在快乐之中记着他 这就意味着一定从前曾经有过快乐 而现在有痛苦 在今时代曾经都是快乐的 然而现在在铁时代是有痛苦的 这就是为什么这被称作是荆棘的丛林 第一个词就是身体意识 然后是性语词 现在父亲解释道 无论你们通过这一双肉眼所看到什么 都即将被摧毁 现在你们必须要到那寂静之地 你们必须要记着你们的家和你们的王国 除了有对你们这个家的思念 那么去记着父亲也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这不是家 那是成化者 你们呼唤神成化者 你们就称父亲是成化者 所以你们必须要记着父亲 他说要不断的只记着我一个 只有你们呼唤我 说爸爸来吧 来成化我们吧 他是知识的海洋 所以他一定的必须来 并且通过一张嘴再解释 他不会给予灵感 一边你们庆祝着十万粘迹 而另一方面 你们又说 他是超越了名字和形象的 不可能有任何的东西是超越了名字和形象的 然后他们又说 他是在一切当中 在石子里 石头里等等 有那么多的观点意见 父亲解释到 Ravan这五大罪恶的形象 已经使得你们心智堕落了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到神人们的偶像面前鞠躬 你们冲着神人的偶像鞠躬 有一些人是无神论者 他们不相信任何人 在这儿只有博拉门 也就是那些在五千年前曾经被解释过的这些博拉门会来到父亲上 人们也写下说 至尊父亲 至尊灵魂通过博拉门而完成了创建 所以你们是博拉门的孩子 普尔家皮特博拉门是非常著名的 所以一定的必须有着博拉门 现在你们已经从这贱民的宗教当中出来了 并且进入到博拉门的宗教里 事实上那些称他们自己是印度教的人 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宗教 有时候他们相信是在神人当中 有时候他们相信是在另外的一个当中 他们不断的去到很多的地方 那么基督徒们他们从来不会去到任何其他的人而去 现在你们证明说 神父亲说了 要持续不断的只记着我一个 有一天 会在报纸上登出来说 神说通过记着我 你们将会从不纯节变得纯节 当毁灭接近的时候 这个声音将会通过报纸传达到人们的耳朵里 在报纸上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 你们现在也可以插入这样的话语 神讲话 至尊父亲 至尊灵魂说 只有我是成化者 记着我 你们将会变得纯节 这旧世界的毁灭就在你们的面前 每一个人将会有这样的信心 毁灭一定必须发生 演习将会不断的发生 你们孩子们知道 除非王国得以建立 否则毁灭是不可能发生的 必须的也有着地震等等 在一边将会有这种炸弹的释放 而另一边将会有自然灾害 他们不会获得 人们不会获得任何的食物 轮船也不会来 而且将会有饥荒 在饥荒的时候 人们就饿死了 那些攫取的人们 他们就喝水或者是喝蜂蜜等等 他们的始终减轻 将会有突然的地震 当人们坐在某一个地方的时候 他们就死去了 毁灭一定必须发生 那些圣人 贤者等等 不会说毁灭必须发生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说 你们一定要不断的唱颂着 Drama的名字 人们甚至都不知道神 只有神知道他自己 没有一个其他的人能够知道他 他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到来 所以他都进入了这个旧的身体 而且讲述这个整个世界的开始 中间和结束的知识 现在你们孩子们知道了 你们必须要回家 所以你应该是快乐的 你们就要到那安宁之地去了 人们想要安宁 但是谁又能够给他们这种安宁呢 他们说安宁的给予者 但是只有那一位至高无上的父亲 是神人们的神 他说我将会带你们所有的孩子们 我将会使得你们所有的孩子们纯洁 并且带你们回去 甚至我都不会丢下一个人 一家的戏剧 所有的灵魂们都必须得回去 人们记着 所有的灵魂们 就像一大群文字一样的返回 你们也知道 在今时代会有非常少的人 现在在铁时代有那么多的人 那他们的人数又怎样的会减少呢 现在只会合 你们正在做努力到今时代去 你们知道毁灭将会发生 而所有的灵魂们将会像一大群文字一样的回家 一大群的人都会回到家去 整群的人都会回去 但是只有非常少的人会到今时代 父亲说 不要记着任何有身体的人 甚至当在看着他们的时候 要视而不见 我是一个灵魂 我将回到我的家 你们必须要在快乐当中 丢弃你们的身体 如果你们不断的记着你们的安宁之地 那你们的最终的思绪将会引领你们到你的目的地 只有在那一位父亲的思念当中是有努力的 你们不可能不做努力就会获得一个高的地位 父亲来 为的是把你们从一个普通的人变成哪个爱 现在在这个旧的世界 没有休息或者是舒适 只有在那安宁之地和快乐之地 才会有休息和舒适 在这儿 在这个家长 只有不安宁和爱他 父亲说 现在要忘记这个肮脏的世界 甜蜜的甜蜜的孩子们 我已经来为你们孩子们建立天堂 在地狱当中 你们都已经变得不纯洁了 所以你们必须要到天堂去 现在要记得父亲和天堂 你们最后的思绪将会引领你们到你的目的地 你们可以去参加婚礼等等 但是你们一定只记着父亲 所有的知识都应该保持在心智当中 你们可以待在你的家里照顾你们的孩子等等 但是在你们的心智当中 要保持这个 也就是爸爸的命令是记着我 你们一定不要离开你们的家 否则那谁就会照顾你们的孩子呢 膜拜者们待在他们的家里 他们和他们的家人生活在一起 但是他们被称作是膜拜者 因为他们从事膜拜 他们照顾他们的家人 而且也沉浸在这个当中 他们的导师就告诉他们说 去记着Krishna 那样他们就能够有一个像Krishna一样的孩子 你们一定不要进入这些事情里 因为你们现在正在听着这今时代的事情 而现在也正在建立 那个今时代也正在得到建立 Krishna不建立天堂 他只是变成主人 他从父亲这里获得他的继承财产 这范歌之神只是在会合时代到来 Krishna不被称作是神 他只是在一个 他只是一个学习的人 父亲讲述的范歌 而且是孩子们在听 然后在膜拜的大陆上 他们把这个孩子的名字和父亲的名字颠倒了 他们已经忘记了父亲 所以范歌就变成了这个虚假错误了 那么通过学习已经变成了这种错误的范歌 那又会发生什么呢 父亲 教授 完这个黄道瑜伽就离开了 然而亏是呢 是通过那个学习 变成了今时代的主人 在这个膜拜的道路上 任何人会通过听着这真正的哪个人的故事 而变成天堂的主人吗 没有一个人甚至是通过那样的想法 是在着那样的想法在听 从那个当中 他们不会获得任何的益处 那些圣人贤者等等 给出他们自己的咒语和他们自己的照片 同样的事情是不适用于炸的 在其他的这个聚会当中 他们说 这是一个某某某这个Zvani的宗教的故事 那谁的故事呢 Vidata的故事 Git的故事 Vidata的故事 现在你们孩子们知道了 教你们的这一位 不是一个有身体的人 他不会学习任何的经典等等 难道Shit Baba 学习任何的经典吗 是人在学习经典 Shit Baba说 我不学习经典等等 是我 是这个载体 也就是说 我进入的这个载体 他学习一切 我不学习任何的东西 我有着世界的开始 中间和结束的知识 这一个人 这个Bamama Baba 他曾经每一天都学习梵歌 他就曾经像一个鹦鹉一样重复着 然后当父亲进入他的时候 他就立开的 他就立刻的放下了这个梵歌 因为Shit Baba 所讲的所有的东西都击中了他的心智 父亲说 我正在给你们天堂的王国 所以要结束这些旧世界的一脸牵挂 只记着我一个 你们必须做这个努力 一位真正的爱人 总是记着他的挚爱 所以现在 这对父亲的思念 也应该保持得非常的坚定 这位灵性的父亲说 孩子们记着我 而且记着你们的天堂的继承财产 不需要制作任何的造音 或者是演奏乐器等等 有一些播放了的歌曲是非常好的 而且那些歌曲的含义 也已经给你们解释过了 那些谱写歌曲的人 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任何的一切 Mira曾经是一位膜拜者 而你们现在已经得到了十一 当孩子们不能够非常好的做点什么的时候 爸爸就对他们说 他们就像是膜拜者一样 然后那个孩子就明白了 为什么父亲跟他们说这样的话 父亲说 孩子们现在要记着父亲 并且成为信使 给每一个人这样的信息 记着父亲和继承财产 那样 他们很多事的罪恶就能够被割除 现在是回家的时间了 只有那一位神 而他是非实体 他没有他自己的身体 只有父亲坐在这儿 并且给他自己的介绍 他给你们 慢慢的puff这句咒语 那些圣人 贤者和那些仪式修行者 绝不会说毁灭 毁灭就要发生了 你们应该记得父亲 只有父亲提醒你们 不让的孩子们这个事情 你们通过思念 而获得健康 而通过学习 得到财富 你们战胜死亡 在那儿未将天年的死亡 永远不会发生 神人们战胜了死亡 而且给最最甜蜜的 可爱的十三以九 而现在找到的孩子们 来自于母亲 父亲 大家的爱 思念和早安 灵性的父亲 对灵性的孩子们说 那么 修行的要点 一 你们一定不要 从任何这样的行为 而由此 你们会从父亲这里 获得一个膜拜 这个头衔 成为一位信使 并且给每个人消息 去记着父亲和记住财产 也说给每个人 记着父亲和记住财产的消息 二 在这个旧的世界 没有休息或者舒适 这是一个肮脏的世界 所以要忘记它 为了能够变得纯洁 除了记着家 你们也必须要记着父亲 祝福 愿你成为一位世界的服务者 通过做双重的服务 而给予着 阿洛基克 沙克提的意向 沙克提给予这个力向 力量的意向 正如父亲的形象 是世界的服务者 是世界的服务者 相似的 你们也是像父亲一样的世界的服务者 当在通过你们的身体 做着实体服务的同时 也要通过你们的心思 保持 忙于做转变世界的服务 通过 要通过身体和心思 同时做服务 那些通过他们的思想 和行为 同时去服务的观察者的灵魂 他们就体验到了 或者是有对阿洛基克沙克提的意向 所以 要让这个练习 成为恒定的和自然的 为了能够通过心思做服务 要特别的增加着专注的练习 口号 成为一位 从每一个人那儿 识取美德 并且跟随着父亲佛马的灵魂 感谢